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期权报局,又是我Marco和大家继续分析市况 开始之前,都是最后召集买广告 今星期六,我在观堂有两间分行,大一点的观堂分行,即是观堂一的分行 三星那边有声音,他那边就讲杠杆和反向的产品,即是一些相对性来说,比较安全一点的,杠杆配数比较少一点,危险性比较低一点的,可以看升体一点的恒指和国企指数产品 三星就会讲的,我的部分来说,刚才市况这么波动,我想我自己的部分最主要因应该市况,一来和大家分析的大肆市况 二来,我最主要来说,我也是会跟大家说,在这些这么波动的市况来说,这些大企业上是怎样部署,注码,怎样控制,什么时候应该要做些什么 可能除了说最新的,也都会拿回历史某些情况,会跟大家去讲一下 有兴趣的,把握机会,要是下载个QR,在这里数一数个QR Code 或者是直接去我们公司的网站,看分行广告那里去做登记 回来说大事先,今个星期一公众假期,上个星期五我放假 所以其实上次见大家做节目的时候,讲的是上个星期三的时候 上个星期三的时候,有几个重点 第一,其实呢,之前那市一直在这些横行区的时候,对上一次,我叫大家走货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眼像的,是31400点以上,就叫大家清货的 结果那市在31544点就见顶,那我清货这串清得漂亮啦 那市清完货之后,那市滚下来滚下来滚下来,滚下来,滚下来,我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是叫人去买货呢? 是在大约两万期指,两万九千三百点以下,开始就叫人分三处去做买货动作 那分三处去做买货动作来说,这个条件基本上是,第一处用两成资金 第二处用三成资金,第三处用五成资金 你会见到我的策略性是,总之越跌越买得多,OK? 那分三处,因为其实为何我两万九千三,楼下要分三处呢? 因为那时,这一转的市,市跌得那么狠狠的,有好几个原因 一来,A股跌,二来,就是人民币跌 而其中一个受到影响最大的,就是中美贸易战,气架成真 以前的,就好像只有港战,现在,好像真的开波,所以市就在这一轮来说 由上次大约三万一千五百点这一转见顶之后,短时间来说,跌超过三千五百点 跌下来,但这一转因为人民币跌市来说,坦白说一句,是真的极难估底 我自己,你见我一早已经画了这条线出来的,绿色这条线,两万八千二 我自己觉得,在大约两万九千三,这样的楼下,人像中 就开始,是到达一个中长线的价值区域,是值得吸纳的 但,值得吸纳作一个中长线部署,是否代表去到两万九千三,立即见底呢? 绝对不是,所以,那时我会倾向,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见底 这样吧,两万九千三楼下,值得中长线级,那我分铸去下 分铸还要是,第一铸是轻轻一点,即是十万元资金,你用两万元 第二铸,重铸一点,即是十万元资金,你用三万元 第三铸,就用余客的钱去买第三铸,即是十万元资金,你用五万元 这样的交换下去,就会稳定一点,而我自己当时的预计是什么呢? 你转换下去,其实一早画了这条线,其实不止上星期三画的 再之前已经画了这条线的了,就是说我预计市,起码有机会 是会转换下去两万八千二的,因为如果我没有这个预算 那我不用叫你分三转吗?我一开始就叫你一注,搞定了 就是因为我怕市,其实一开始在两万九千三楼下的时候 我已经担心市有机会,会转换下去两万八千二楼下 我有这个预算,所以才叫大家分铸,如果我没有这个预算 我就叫人一注,我就怕了,那事实上去到最新的情况来说 你会见到这个情况,直到今天最新的为止 其实呢,市是在昨天来说最低,在期指来计是两万七千七百七十五点 即是亚湾两万七千八左右,比我预计去到那个位置 两万八千二是更加之低的,OK? 在上个星期三跟大家提及到一个很关键的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我记得上个星期三就是说 跟大家做节目的时候,市去到低位是两万八千二百十七点 这个是上个星期三的幅图来的 我那时候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如果理论上根据我那个三柱,三柱去级级做好这个原则 三柱去级级做好这个原则 那么呢,根据三柱这个原则呢 理论上最后,即是最重的那个第三柱呢 就应该在上个星期三,临收市那时候就进去了 跟回我之前所讲的东西 因为我之前所讲的三柱怎么进去 两万九千三楼下,如果市场上过二十分钟可以进去 或者第二种情况就是说,临收市看一看 如果那个收市价,即是那天的市场是超过六百点的 有点恐慌抛受的借账,都可以进去 要符合这两个条件,只要一个条件 理论上,如果你是真正的根据策略 应该就在上个星期三,临收市后就进去三柱 而且很稳定地,我是short put 两万七千点九月份的 为什么short两万七千点,不是short两万八千点 因为这个问题就是这次的底,我觉得很难估 我一定要预计buffer给我自己 那个buffer是什么呢 万一看错的时候,我是有足够的空间 所以我订了short put两万七千点,而不是说 哦,袋多落在这里,short put两万八千二 不是这样的,我一定要预计buffer给自己 这个就是,入市之前我要想清楚 每一刻每一步,我应该怎么做 那上个星期三跟大家说 直至上个星期三来说,最低到两八二五七 见底未,我上个星期三就是说 虽然是入足了三柱 但是,我是未confirm见钟其底的 上个星期三我记得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是不断强调跟大家 那样东西就是说 所以我的策略仍是倾向弘低级,分住做好,做short put 但同时间记住一样东西,因为我未确认见底 所以理论上我自己就会倾向一点 那时一旦找位做long put 7 月份 加了一千年期权,我做对冲 因为我未确认见底 直到如果我确认见底,那我就当然不用做这样东西 但我未确认 那我有讲过就是说 如果我确认见底,就会再通知大家 但是暂时去到现在这一刻来说,我未确认的 所以我自己都是无时无刻保持住的策略就是说 侯低收 put,一旦找位 long put 整件事是这样的 跟着我记得好像上个星期三都有包底再说一句 理论上最理想的,侯低收 put,弄的 找位去做long put 那你自己心目中有个短期阻力位 但我心目中有个短期阻力位,做long put 就7月份加了一千年恆子期权,就最理想 但最担心那样东西就是说 未弄,未弄,过市就已经是向下穿底的 那不要管了,立刻要做long put 7 月份恆子期权 上个星期三最主要是说这件事 经过上个星期三之后来说 在星期四之后,堆穿了上个星期三的底 然后再下个交易日,上个星期五 抄抄上去 理论上这一道是很好的一次机会 比你,我刚才所说的 侯高,long put,加外 7月份 一千年的恆子期权去做对冲的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记住 暂时来说,去到现在这一刻 都未确认见底的,我自己来说 那,现在比较关心这些人会问的问题就是说 现在,啊,见底下这件事 我刚才答得很清晰 我未确认过大市是经济 那,第二个问题,牛市还是红市的问题 这个我相信也有很多人问的 有很多人还会问我 一个问题就是,大市会不会有机会上升三万点 大市有没有机会上升三万三千五 大市有没有机会上升四万点 我都是那个人,鬼知什么 我做了这个节目,《奇权报告》 做了好几年 再之前,这个节目叫做《姚才铭声》 再聪明写专栏的 连这些经验计划 超过,我想起码七年八年以上的经验 如果对外讲分析来说 我一直每一次,我自己都强调就是 你入市之前,你要很清楚自己 WATFLY的指涉位在哪里 OK 做trade,要计直播率做事 跟着,这些是最重要的 你所谓的目标价位 一向都是哪走哪走 说真的,现在连牛市和熊市 你都未确定,估计什么 市场还有没有什么三万三千五 三万点的东西 我只会知道一个东西 我找一个很直播的位置 相对性来说,指涉位比较近的位置 去拨 拨中了,就继续看下去 拨不中,就止涉 整件事是这样做的 所以目标价位,我暂时是不会回答的 因为我真的不会看 如果是牛市 市仍然是继续牛市 我当然是这些位置入得好之后 在一个牛市大型调整 入得好之后,就拨市 继续去破顶 看市仍有机会 不要说三万三千五 希望看市仍有机会 向上升穿三万一千五 这些位置 假设如果仍有牛市 另外一个关键问题 现在不是仍有牛市的问题 要继续说 如果是否牛市 我以前和大家做分析有说过 通常每次牛市 有一次会向下坠二百五十天线 这个位置 向下坠二百五十天线 这个位置 坠穿二百五十天线 现在坠穿二百五十天线 是不是一坠穿二百五十天线 就立刻是红市的问题 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很多市有市 其实市都会坠二百五十天线 一二千点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现在坠穿二百五十天线 已经超过成千叶 是不是转了红呢 在我自己来说 还未确定 我说得很明确 其实要我确定市转红 不是高位队二十个百声 或者跌穿二百五十天线 每个人不同 我自己有我自己一贯的 技术分析定义 有几样东西要配合 但是那些又不说了 但是其中一样东西 我自己看的 比较重要的 有好几样东西 刚才说过 which我不会说了 但是其中一样东西 我会密切留意着 是什么呢 昨天的低位 两万七千七百七十五点 如果这个低位 是阴烛收市跌穿 就是我经常说 向下突破两部曲 阴烛收市再穿二七七七五 完成第一步 跟着再向下穿低 那我就真的要小心一点 就是完成了这个动作 会符合了我 熊市 要有几个条件 才符合熊市的条件 那就会符合了我 其中一个条件 我要小心一点 如果是阴烛收市对穿二七七七五 再穿低 我这些好仓 之前说过 李隆首应该分入三个好仓 就算不对穿二七七七五 真的符合了 阴烛收市对穿二七七七五 再穿低的话 我这些好仓 我自己就算不对穿 也好 怎样都在减持一点 那就再看了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 符合了这个要求 未符合这个要求 未符合这个要求 未符合这个要求之前 我未有足够的证据 去觉得市是熊市 即是假设现在 还是牛市的存在 如果我假设现在 还是牛市的存在 的话 理论上 现在我还是会保持住 同低级 可以吗 虽然我保持住 这件事 是不是代表我 是和大家说 市现在二十七七七十五点 就见底 不是 因为它有可能 向上多刺穿二七七七七五 震一震你再向上 也有可能 阴烛收市到穿二七七七七七五 接着未完成第二步 接着 市又不断夹上去 也有这样的可能性 不知 所以在未出现这两样 之前 我会是谈一下 这些位置 你会先传选 去向上 万一真是符合了 但不理不理就只洩 整件事是这么简单 那 因为我未确认二十七七七七七五点 是见底 所以我现在 都是会跟之前的策略 如果解釋還有錢,慢慢去撈底,撈底得來,因為未確認見底 所以一逢反彈,例如最新反彈上面阻力,可能我會看兩萬八千八 兩萬八千七,兩萬八千七附近這些位置,我就會浪費價值千點去做對沖 直到我確認見底,我才不會做對沖,但我現在未確認 簡單來說,大方向是這樣,我今天跟大家說這麼多 這個星期五,再跟大家更新,我先說這麼多,大家消化一下 接下來星期五,再跟大家繼續,多謝大家支持,再見,拜拜